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有请两位明星领队 带领着第二轮的主持人选手 闪亮登场 在这一轮 我们先来听听两位队长 对自己选手的介绍 首先有请陆队 这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著名的月亮姐姐 大家好 我的女儿当年 在看月亮姐姐的节目的时候 月亮姐姐说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每天 把自己的愿望 睡觉之前 对着月亮说一遍 她就一定能实现 从那时候起 我女儿整个一学期 都在对着天上的月亮许愿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队 对自己队友的介绍 其实陈辈辈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节目主持人 她之前很多节目 什么购物街 第一时间 我都很喜欢 但我最喜欢是 她现在做的节目 就是一个做饭的节目 除王争霸 而且她今天还会带来 特别精彩的表演 非常期待着我们两位选手 在这一轮当中的精彩表现 究竟谁先出战 灯光选择 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停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 依然驻守在了陆一鸣这一方 所以这一轮首先出战的是 月亮姐姐 月亮姐姐今晚看我的 红色 也 armor 采访 现在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天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永远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远 只是因为你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这声音啊空灵然后特别好听 我就纳闷了 你们队长这一轮 怎么就不献花了呢 刚才给管瞳献花 这是创意 现在给你献花 这就叫山寨 像你这样只应天上有的声音 光献花怎么能可以呢 那应该献什么 那 那 我刚才你说了 说这个词曲 只因天上有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所以 若不如 献尸 你看着办吧 能有几句算几句 我怕说一首给你压力太大 啊 月亮 你只在晚上才上班 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 我想问问 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 她在干嘛 就是让小朋友们都冲她许愿啊 月亮姐姐还特别关心 这个太阳村的孩子们 太阳村的孩子都是父母 因为犯罪 在服刑的人 监狱服刑人员的子女 他们的孩子就没人管 那是不是去观望这样的一些孩子 和他们在录制节目 也会是你特别难忘的主持经历呢 会有很多 这段我就下去吧 你可以下去了 另外附一句 诗做的很棒 其实有很多特殊群体的孩子 但是我反而在这样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并不把他们当特殊的孩子 我记得我特别印象深的时候 是去玉树地震 那时候在他们的那个康巴草原 见一百多个玉树的孤儿 都是因为地震之后失去自己父母的 我当时在那个车上 我心里压力特别大 我想他们爸妈妈妈刚不在了 我怎么跟他们交流啊 我要怎么跟他们说才不会伤到这些孩子 等车门一打开 你就会看见那个藏族的那个男孩女孩 从老远就过来跑着 月亮姐姐来了 然后你之前的那些顾虑完全都没有了 你就跟着他们一起玩 然后中午的时候大家都拿着小饭盆 去盛饭排着一个队伍 吃完饭大家都到河里面去洗他们的小饭盒 我那整个那一天特别开心 就吃饭的时候我就默默地在扛眼泪 我就觉得其实不是我去关爱这些孩子 而是孩子们带给我无穷的这种力量 谁说小小的肩膀不能承受那么大的重量 谁说这些孩子们他们自己不够坚强 说得特别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评审嘉宾 他们的感受如何 首先我们这样我们翻着来 先从海洋开始好吗 月亮是我们主持人当中哄孩子最厉害的 还帮着哄其他同事的孩子 对吧 那同时那又是育儿戒当中 歌唱得最棒的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看那个牛群老师李大姐真的露出了微笑沉浸其中 因为这首歌你唱的真是 我觉得是专业级的 是一个广播音质可以出单曲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接下来的 我的这些前辈和同事 他们的压力一定是特别的大 我觉得我这样表演应该是可以 我发自内心的 你都说了我都不好意思 听李大姐您的感受 看到月亮姐姐就让我们想起了 她主持的很多的栏目 七桥板 芝麻开门 那都是让这个小孩子非常喜欢的 我送您四句话 一个叫做深怀大哀 第二句话叫善言善行 那么第三句话 我就说您在这社会当中 叫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真的给您鼓掌 给您点赞 向您学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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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大姐 刘群老师 我觉得所有的主持人 就主持所有的栏目 唯独少儿栏目的主持人 是最幸福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称谓在发生变化 唯独少儿节目 永远叫姐姐 你看菊萍姐姐 月亮姐姐 它关键不是孩子叫 孩子他要长大 长大他依然叫姐姐 这是一份特别独特的 深厚的 纯真的和热烈的爱 谢谢 谢谢 因为说成年 都是我们年轻当中 最美好的记忆 但是我相信 随着月亮呢 主持的优秀的节目 越来越多 你会成为不同 很多代人 他们脑海当中 永恒的 童年记忆当中的 月亮姐姐 好吗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同轮竞争的 另外一支战队的 陈贝贝 她的表现又如何呢 陈贝贝今晚看你的 来吧 在我的天空 这晚以后 音信革全 人于天上的命运 时不可拥有 晴于曲我只为了 无可挽救 再分别为何只性伤亡 填满我的空虚 这晚夜没有梦别 仍在算永久 想不到死者后 从未以会要分手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 仍然被他占有 他似着月仍然是宝开口 大金独就独就唱 明月满意深处 我的牵挂 我的看望直至以后 我的牵挂 我的恨望 直至以后 很多的舞蹈 对吧 然后一直 在这个什么呀 在学校一起跳舞 我不相信 这需要证明一下吧 来一个扇子舞 随便山西音乐 就是鞋而破 帽而破那个扇子舞 扇子舞或葬 我生在一个小山层 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小蜜花把我养了 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谢谢大家收获 我们这期的体育与人生节目 刚才大家欣赏到 这段太极拳表演 我们那个时候是扇子舞 所以每个人手里 拿了两把扇子 要甩扇子的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 是看不出效果 这就是大学的情谊 那贝贝参加了 我们的这个财经生活频道 主持了很多的节目 在你主持的 这么多节目当中 让你凭一个 最难忘的主持经历 最早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看过全国电视 烹饪类台赛 也叫满汉全席 有印象 这个节目 都是吃货 因为这个节目 来一个中央电视台 所以就是印象最深刻 而且那个节目 因为每次我们都是要 在北京跟青岛 两个地方录 所以相当于 每两个月 就要去一次青岛录 就是整个的录制过程 都是北京青岛 北京青岛这样的出差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 第一是 觉得这样的锻炼 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回报 你必须去经历这种过程 而不是说一开始毕业 你知道如果在演播室待着的话 就跟你一样 其实和我一样 对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很多 从外景 从记者 从很多的这个工种 做到主持人 才会对主持人的这个职业 有更多的感悟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三位评审嘉宾 听过了这一段记忆 特别是观看了 我们的老年太极拳表演之后 你们的评价如何 希望我没有给我的老同学拉分 来 首先有请李大姐 菲菲老师一看是个才女 歌唱得好听 很有词性 再有一个 就刚那个舞跳得也非常好 一看就工地很好 其实认识您 是从您那个 是真的吗 那个栏目 那里边有很多的生活小妙招 我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在用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更好地去生活 幸福地去生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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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听有请老师 有老师 您参加过我的美食美课 这个那是我的幸运 经常说才女 什么叫才女 只有主持 财经频道的 有才的女子 才能叫才女 谢谢 谢谢 今天啊 我必须要多给你分 为什么呀 人活这么大岁数 这是头一朵花 哎哟 你的歌刚才唱得太好了 这个歌词 我听了半天 我一句没听懂 懂不懂并不重要 你咬字清晰不清晰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打动了我 重要的是即便没打动 有它我就说打动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刘春老师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海洋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呢 是 是真的吗 这个节目的忠实的观众 是吧 里边有我一个损友 叫黄熙 所以通过这一点呢 也能判定出来 我们贝贝老师是一个 特别包容的人 就是容忍一个 长得那么难看的主持人 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 特别包容 性格又很好的人 我觉得虽然粤语听不懂 就如同牛老师所说的那样 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动 是非常非常的 真实和真切的 你就说你喜欢谁吧 对 我喜欢你这版本 对吧 所以呢 所以真的一个 生活节目做久了 生活阅历非常丰富 才能把这首歌 诠释得如此的细腻 好 就看你打分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打分会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有请两位明星领队 还有你的对手 月亮姐姐 三位评审嘉宾 来为他们打分 首先请为 陆一鸣战队的 月亮姐姐打分 请亮分 牛群老师 九分 李肃立老师 十分 海洋 十分 恭喜月亮姐姐 二十九分 请为 王小蕾战队的 陈辈辈辈达 打分 请亮分 海洋 九分 李肃立老师 十分 牛群老师 十分 再加一朵花 回送 好吗 那也是 二十九分 谢谢 你们俩打平了 太好了 他们一定是听了 咱们俩的心声 对 是的 我们还有比拼环节 有三分的加分权 这个只能一人获得 所以一定会 拉开你们的成绩 好吗 那来看看你们 这一轮比拼游戏 是什么呢 主持人的必备功 绕口令 那首先 谁先开始呢 这也肯定能赢 因为你 因为你 瞪着 只有一个眼睛 看得清楚 而且现在是晚上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好吗 你的能量 现在是你的时间 对 月亮的比赛环节 即时开始 老龙脑怒 闹老龙 老龙脑怒 闹老龙 龙怒 龙脑 龙更怒 龙脑 龙脑 龙更怒 龙脑 龙怒 龙怕 龙 乌鸦站在黑猪背上 说黑猪黑 黑猪说乌鸦比黑猪还要黑 过 很好 吃灵脚 拨灵脚 灵脚丢在北壁脚 不吃灵脚 不剥壳 灵脚不丢北壁脚 背绝子的瘸子 打了背茄子的瘸子 一瘸子 背茄子的瘸子 打了背茄子的瘸子 一茄子 墙上挂面骨 骨上划老虎 老虎抓破骨 拿块布来补 停 好 那你的用识时间是 一分零四秒 陈辈辈的比拼环节 计时开始 半板摆碗 盼盼摆盘 半板不能摆盼盼的盼 盼盼不能摆半板的碗 风吹灰飞 灰飞 花上花堆灰 风吹花灰 灰飞去 灰在风里飞又飞 东院想栽葱 西院想栽松 是东院栽葱 还是西院栽松 别着急 别着急 山上五棵树 架上五胡簇 林中五之路 箱里五条裤 罚了山上树 搬下架上的醋 射死林中的鹿 取出箱中的裤 好过 牛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 牛奶奶给牛奶奶拿牛奶 计时居然只有 仅仅的39秒 恭喜 那在这一轮当中呢 获得启动幸运大转盘呢 将会是王小蕾战队的 陈辈辈 来 请上大转盘 好的 接下来呢 来看看陈辈辈 你的运气如何 来 请启动你的幸运大转盘 4K电视啊 来看一下 可以啊 比桶一个 差一点 恭喜你 4K电视 比桶一个 恭喜 恭喜陈辈辈啊 运气还好啦 你们这个跟抓娃娃机一样 是有设置的吗 没有 没有任何设置 居然呢 在上一场呢 有人拿走了4K电视 当然也有人拿走了香皂一块 我觉得你比桶一个 和你的工作还是密切相关的 很不错 来 恭喜陈辈辈 本节目奖品呢 是由专注肠道健康的香丹青 独家提供赞助